这位老哥要挑战在一天内 打破我的世界22个最难记录 首先是第一个 最远距离射箭 记录保持者是219个方块 经过一发蓄力 精准射到242个 打破第一个记录 第二个 需要挖掘30万家的钻石 才能超过第一名 老哥挖完第一排 耗时一个半 获得了54000块 照这样计算 再挖了5排就能打破记录 又花了5个半小时 他收集到了25万个钻石 距离记录慢慢接近 终于 在刚还没关机前打破了记录 并且还多挖了44000颗钻石 同时也打破了最多经验值的记录 第四个 这是高度记录第一的房子 但是由于我的世界更新 高度限制从256到320 于是这位老哥先建造了很基础的房子 并加上了标志性的烟囱 为什么是标志性的呢 因为这是他打破记录的关键 只搭建烟囱高度 合理 下一个 在生存模式下迅速达到320格 老哥发现了不远处的山 随后收集了大量木材 来到山上开始变高 耗时4分钟他就打破了记录 比前第一领先3秒 下一个 在随机存档中 耗时最短地抵达-63层 老哥先收集了木头 随后发现了不远处的洞穴 用血凉换时间 争分夺秒 好运的直接来到-47层 随后在两分钟前 老哥就挖到了基岩 成功打破记录 下一个 在9分26秒前 获得这新成就山洞以及悬崖 首先这位老哥在沉船中获得了一些资源 并制作了两个桶 然后利用门隔着水 一步一步下挖 直到基岩 在底部放一桶水 随后游上去 利用方块垫到320块 随后一跃而下 但是老哥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成就需要 下降的途中经过山洞以及洞穴 于是老哥又重开了一个存档 来到山上的村庄拿到了艇 同样地制作了两个桶 并挖到了基岩层 此时时间六分半 并好运的没有溺水而亡 随后他花了点时间上到高度后一跃而下 山洞 洞穴都有了 左下角认证成就 在9分15秒就打破了记录 下一个 史上最长的炮弹射击 足足飞了109个方块 下一个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5000只羊染成蓝色 目前的世界记录是14分21秒 尽管羊群走来走去 老哥也在14分11秒精准打破记录 下一个 射中在半空中的鸡群 记录在39个 经过老哥一顿操作 最后勉强射了40只 打破记录 下一个 在生存下号时最短找到粉红羊 而生存粉红羊的概率只有0.1558 当你把所有其他的变量都加进去 打破这一世界记录的可能性 只有0.00001 老哥花了一个多小时 重开了数个存档 都没有遇到粉红羊 于是老哥决定先挑战别的记录 因为时间只剩下8个半小时了 下一个 在生存模式下同时获得绿宝石与钻石 老哥先开了一个存档 并发现了沉船 只可惜里面没有 随后又重开了一个存档 在30秒找到沉船 不过这次连箱子都没有 再次重开后 在12秒发现海底沉船 不用挖掘直接发现宝箱 并成功获得了钻石与绿宝石 用31秒打破了记录 下一个 一次性获得6340个沙子 和用一个拉单激活6000多个活塞 老哥同时打破两个记录 下一个 同时吸引最多马 通过老哥自带的个人魅力 同时吸引了59匹马 下一个 在拥有足够的资源下 在5分钟之内做最多的蛋糕 在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 老哥做出了8个蛋糕 随后又花了单身10年的手速 在5分钟的时间 做出了58个蛋糕 下一个 用赤足兽在岩浆中行走69公里 首先老哥用了蛇形步伐 走了20公里 他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有很多挑战者会遇到恶魂 从而挑战失败 好在老哥运气不错 打破记录前都没有遇到恶魂 为了防止别人很快打破他的记录 他甚至开了100公里 只不过代价花了5个半小时 要抓紧时间了 第17个 在1分钟的时间速搭阶梯 第一名是72个 第一次老哥挑战失败 但是也找到了技巧 在侧边建造下会快很多 这一次来到了71个 趁着手感还在 老哥再次挑战 这一次 老哥达到了74层 打破了记录 下一个 建造巨型的蘑菇 长宽要建造275格 把根基建造出来后 蘑菇头的高度来到320层 现在只需要完善 就能打破巨型蘑菇的建筑 下一个是最多连接树木的记录 目前第一是17000棵 老哥想到了一个计划 就是先把每一棵树木种好 就能快速用骨粉催熟 花了一点时间 终于催熟完成 也打破了记录 比第一名多50颗 现在还有3个小时 第20个记录 利用代码一个一个生成牛 目前记录是5000头 而老哥快速的手法 很快就生成出了7000头 直接领先第一2000头 下一个 持续扔出雪球 第一名是7000头 是171762个 老哥迅速实行 3万个 6万个 13万个 经过日日夜夜的扔 终于 扔出了比第一多一个 简直不要太吓人珠心 最后一个 也是最难的 那就是粉红羊 这一切都需要靠运气 而老哥的运气 在之前已经花完了 反反复复重创 期间虽然看到羊 但不是粉红的 于是老哥再重开了一个存档 一开始出生在平原 开始到处寻找 在17秒路过的羊群中 发现了粉红羊 并杀死了他结算 打破了最快见到粉红羊的记录 经过这一次挑战 老哥也成为了第一个 拥有22个记录保持者 这个大佬要挑战在一天内 完成23个 我的世界最难极限操作 如果挑战失败 那他会穿着背带裤 练习两年半 第一个坠落瞬间挖雪 并打开火板门 轻松完成 第二个再跳下瞬间制作食材 挖平草地 触碰到蜘蛛网 尝试了几次后 终于成功 第三个 跳下后 放置粘液块 在空中 再次制作一个粘液块 利用它存活 尝试了几次后 也挑战成功 第四个 用弓箭射下展示牌的 不死图腾 第一次成功 第五个 五格跳远 这意味着他必须准确地 跳16格方块 才能勉强跳过 难度逐渐增加 小红试了多次都没成功 于是他决定先挑战第六个 这一次 他要在八个宝箱中间 放置蜘蛛网 一次成功 第七个 跟上一个桶里 就是把蜘蛛网换成了水 也一次挑战成功 第八个 手拿蘑菇用船 在赤足兽头上待30秒 第一次差点就成功 经过几次挑战 轻松通过 第九关 落地碎冰 要在短时间内把冰凿开 死了数次后 终于通过 第十个 Dream的绝活 下降的瞬间制作船垫脚 这一次小红尝试了两次就通过了 下一个 下降时制作矿车 然后放到铁轨上 经历五次小红才挑战成功 第十二关加墙板 下降时制作木梯 然后挂到墙边 没几次就挑战成功 第十三个 下降利用手中的工具 瞬间挖掉对应的方块 原来是看别人的 这一次连阿星都觉得难 不过小红第二次就成功了 第十四个 第十四个 用水瓶装水 然后滋润土地触碰到里面的水 轻松过关 能不能给他来点难度的 第十五个 在半空的炼药台中拿到缓慢药水 在落地瞬间使用 仅用两次就挑战成功 第十六个 制作标靶 从高处摔下不死 第十七关 又是Dream的高燃操作 浮空三分钟 在天上种草及七九个制作稻草快存活 小红也来挑战 好 OK Let's go OK Nice OK That's one OK Yes Oh my god 一次挑战成功 做完这些时间也来到了最后四小时 而小红还有八个挑战 第十八关 在跳下瞬间放出黑心商人 跟他交易出水桶 一次成功 第十九关 高出跳下并放置最后一颗墨影之眼 也一次成功 第二十关 在落地瞬间催熟丛林树苗 并攀爬在藤蔓上 运气十分的好 现在时间也来到了三小时 为了预防成为练习生 小红抓紧时间挑战 第二十一个 利用游戏特性 在下降时吃毒马铃薯 用毒眼盖掉降落的伤害 时间刚刚好 简直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第二十二关 还是利用游戏特性 什么都不用 在掉入地面时 瞬间按空格跳跃 一次成功 Yes 第二十三关 在1.15的版本中 当你跳到一个方块边缘 会被机制推开 于是小红从高处跳落 只剩最后四十分钟了 这么高的难度 小红一次成功 第二十四关 用掉鱼竿钻钻石装的小白 击杀获得他的骨头 并分解成骨粉 催熟树苗得到腾慢缓解 小红也一次成功 还有最后一个五个跳 剩下的时间仅剩14分钟 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直到最后一次 还好挑战成功 不然要练习两年罢了